前段时间 著名整活栏目1818黄金眼 报道了一则抽象新闻 杭州富婆姐姐马女士 花三万元高价 购买了一款微图折叠手机 销售告诉她 手机内置私人管家服务 可以一键呼叫直升机 预定餐厅等高端服务 但将手机带回家后 马女士才发现 三万块的手机 用着竟然不如普通百元机 打游戏卡得要死 根本赢不了 就连扫码都要卡一下 于是 马女士第二天拿着手机去退货 结果微图品牌方表示 手机无质量问题 且已激活不允许退货 看完之后 咱先对马女士的遭遇表示同情 但仔细一想 不对劲呀 记忆中 微图手机早在2017年就破产了 难不成马女士买到了假微图 不然 以骁龙八斤兔的水平 不可能卡到扫码都费劲 结果查了一通资料 发现事情不简单 这个微图还真不是假冒的 但用正品形容也不太合适 当年 微图因为破产被转卖复活的历史原因 导致现在全球有两个微图品牌 国内一个 国外一个 所以这期视频 咱们就来聊聊 手机界第一奢侈品牌 微图 到底经历了什么 又是如何不坑穷人的 说到豪奢手机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大概是王石曾经代言过的 8848泰金手机 但其实这个能一键叫直升机的微图 才是真正的奢侈品手机鼻祖 人送外号8848祖师爷 时间回到1997年 诺基亚手机旗下 有位名叫弗兰克诺沃的手机设计师 彼时全球手机行业 刚走出大哥大的设计思路 开始向小而美方向发展 弗兰克老哥在设计诺基亚手机时 总觉得枯燥无味 因为那些手机设计思路千篇一律 实在体现不出他的水平 他开始思考 如果把手机像奢侈品那样设计 会不会更有搞偷 比如借鉴奢侈品手表的行业经验 把功能机向上各种珠宝 纯手工打造 打造出一款手机中的僵尸单顿 百达斐力 于是他兴奋地找到诺基亚董事会 提出这一大胆的想法 面对董事会的质疑 弗兰克老哥反问道 既然人们愿意花两万美元买高档手表 那他们为什么不能买手机呢 最终董事会在1998年底 接受了弗兰克的建议 不久后 在弗兰克的主导下一款名叫 诺基亚8850的手机发布 这款手机长这个样子 典型的纸板功能机 但设计和用料很大胆 机身采用氢合金 键盘采用滑盖 屏幕采用前照式单色显示屏 和键盘一起都能发白光 其实这款手机已经有了微图的影子 可能弗兰克认为和奢侈还不沾边 就没有归到微图产品序列里 且因为设计工艺复杂 损坏后难以修复 也没有卖掉几台 后来以收藏品的名义 在市场流通 直到2002年 诺基亚全资子公司微图 在英国成立 真正的第一款微图产品 Signature才发布 每一台都有位于英国 汉浦郡的工匠手工打造 机身骨架由金刚或钛合金制作 采用蓝宝石水晶屏幕 和红宝石键盘轴成 机身正面遍布V字元素 至于价格1万美元起 镀金高配版5万美元 有一说一 微图首款产品 在那个年代 确实独具一格 无论外观还是价格 都配得上奢侈品一词 据传 微图的首位机主 就是钢铁侠里的小辣椒 格温尼斯帕特洛 随后又吸引了 麦当娜 马里亚凯利 詹尼弗洛培兹等 多个明星购买使用 当然 吸引明星的 除了手机本身 还有它的附加价值 在微图成立之初 就同时推出了专属礼宾服务 相当于真人版的Siri 不论是机场 豪华酒店 游艇 夜店 还是私人会组 你只需要按下 手机侧边的红宝石按键 对着电话那头来上一句 微图的礼宾部门 就会立马为你安排的 明明白白 可惜 即使有明星带货 和花里胡哨的服务加持 微图首款机型的销量 也并不好 在2003年 《经济学人》杂志报道里有记彩 微图官方拒绝透露销售成绩 经济学人还提到 摩根大通的奢侈品分析师们 普遍不看好微图的运营模式 礼宾服务看似美好 其实没啥用 因为买得起微图的人群 特别是明星富豪们 财富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 本身就拥有大批私人助理 帮忙处理一切 又何必多此一举 让手机管家代劳呢 2004年 微图开启了机海战术 首先发布了Ascent 借鉴跑车的设计灵感 同样采用纸板造型 接下来的两年里 又推出了贵金属版Signature 特别赛道版Ascent 2006年 微图发布了第三个系列 Constellation 号称全球首款 使用陶瓷键盘的手机 但必须要注意的是 以上所有机型 除了材质更奢华 纹理更花哨外 并无明显不同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 不断在同一款机型上 做金装修 镶嵌更名贵的宝石 毕竟人家主打的是服务 手机配置似乎并不重要 说到服务 后期的微图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在曾经的微图发布会上 微图CEO戈登沃森 就分享过两个故事来证明 有一位英国绅士 让微图管家 帮他寻找50只粉红色的火炼鸟 并要求在指定时间 送到位于伦敦的家中 以此给他50岁的妻子 带来生日的惊喜 当时恰逢隆东 伦敦的气候 非常不适宜火炼鸟生活 恐怕搜遍全城 都无法找起50只火炼鸟 然而 管家团队利用自己 在全世界的资源和整合能力 将这一看似不可能的任性要求 变成了现实 另一个故事说的是 一位俄罗斯企业家 要求微图管家 帮助自己身为音乐家的女儿 实现在巴黎圣母院 开音乐会的梦想 但巴黎圣母院的管风琴 从不允许教堂 专用演奏者以外的人弹奏 结果微图的管家团队 利用自己在全欧洲的人脉关系网 真的搞定了这件事 这个 这两个故事是真是假 咱全网也搜不到靠谱信息来佐证 但毕竟是人家CEO 亲自在发布会上描述的 总不能虚假宣传吧 咱们就暂且信以为真 一个手机管家能做到这种地步 对富豪来说 确实挺有诱惑力 那几年 微图的销量也有明显提升 可以维持在每年2至4万台的水平 然而 好日子没过多久 微图的大麻烦就来了 2007年 初代iPhone发布 智能机时代揭幕 在乔布斯的引导下 人们对手机的关注 立马切换到了屏幕 相机 性能等 更影响手机体验的方面 但反观微图 人家根本就不当回事 继续我行我素 和科技沾不上边 经典的Signature系列 从始至终都是方正的纸板机造型 功能上也仅限于打电话和发短信 甚至连个摄像头都不给你 人家富豪又不是傻子 都什么年代了 买一台不能拍照的老年机有何用 2010年 微图终于幡然醒悟 发布了首款半智能机 Constellation Quest 外观酷似诺基亚171 但不能触屏 直到2011年推出的Constellation T手机 才真正把微图带入智能机时代 不过这个时候 一切都迟了 诺基亚坚持使用的塞班系统 在安卓和iOS面前毫无抵抗力 Constellation T发布后不久 微图就开启了一波大财源 很多地区的专卖店关闭 同时也在这一年 担心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厂商 做了差不多20年手机霸主的诺基亚 走向低谷 诺基亚顶不住了 自然无心再去经营不争气的微图 开始在资本市场寻求买家 将其收购 据说当年有投行人士透露 来自中国浙江的企业家 有意收购 但遭到拒绝 拒绝的原因是 诺基亚对微图的出售设置了限定条件 不寻求中国买家 最终在2012年 瑞典一家叫做EQT的投资公司 收购了微图的90%股份 此次 微图成为一个独立手机品牌 也正式拥抱了安卓 随后推出了其首款安卓手机 微图T 经典的钛合金 陶瓷 针皮 蓝宝石玻璃等材质 一应俱全 售价当然也突破1万美元 但配置上就明显把富豪当大冤种了 骁龙S4 Plus双核处理器 1GB内存与3.7英寸屏幕 在当时完全属于古董配置 因为同一时期 已经是安卓手机 迈入四合时代的第二年 iOS那边 iPhone 5s 风靡全球 嘎嘎乱杀 另一方面 迈入智能机时代的微图 也支撑不起它的豪华定位 和高质量标准 电脑报2013年曾报道 中国土豪阶层 花费15万元买的微图 在使用不到半年后 就频繁出现故障 种种与奢华相反的操作 让微图的声誉遥遇准 2017年是微图最后的高光时刻 他们高调推出了一款 号称全球八台的 眼镜蛇限量版手机 中国只分配一台名额 售价247.4万元 这款手机有没有人买不知道 但紧随而来的是 微图英国总部 负债1.28亿英镑 还不上员工薪水和供应链货款 直接宣布了破产保护 那么问题来了 微图明明破产了 现在国内风风火火卖的是啥 难道是山寨品牌 事情还要从2015年说起 彼时的微图已经奄奄一息 但凭着品牌价值 还是有不少资本 愿意出手相救的 其中就有咱们国内的 神秘富豪陈老板 他用手上的一家香港客公司 国顶投资控股 全资收购了 微图手机品牌的所有资产 所以理论上 2015年后的微图 已经是咱中国品牌了 但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意外就来了 陈老板接手后 发现微图根本卖不动 就在2017年 协议转让给了 土耳其流亡富商乌赞 当时陈老板把微图 封为大中华区业务和海外业务 率先交割的是海外业务 结果这位土耳其富商不讲武德 海外业务手续都交接了 却迟迟不打尾款过来 陈老板发现不对劲后 赶紧左手倒右手 把剩下的微图大中华区业务 以一块钱的价格 卖给了自己在香港的另一家公司 国泰财富控股 于是微图正式分裂成为两家公司 海外业务也就是现在的微图Paris 由土耳其人控制 总部在巴黎 亚太业务则继续由陈老板运营 经营主体是成都的 微图通信贸易中国有限公司 也在因此 两家后来还经常诋毁对方 护骂对方是骗子 海外的微图咱不关心 重点看国内的 可能当年8848混得还不错 让陈老板看到了奢侈品手机的希望 2018年 微图在北京开了一场发布会 主题是 Live or Die 向死而生 宣布自己王者归来 各种精致的心机也接连发布 大家看看这些官方图 不得不说 确实高调华丽啊 有奢侈品那味了 那些玩腻了iPhone和华为Mate系列的富婆土豪们 偶尔买一部长长鲜 也足够支撑微图活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 微图为了活下去 还不务正业的玩起了很多其他产品 比如电子烟 电纸书 电动牙刷 手表包包的 至于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折叠屏手机 微图也很早就完了 2021年3月 微图中国在国内发布了一款5G折叠屏新机 手机参数非常彪悍 当然也不便宜 小牛皮版45800元 鳄鱼皮定制版68800元 但这个据说要搅踢华为全把三星的产品 很快就被网友扒出来是贴牌货 原型机是柔语的机 换了logo和皮具外式贴牌生产后 价格直接翻了五六倍 而说到山寨贴牌 微图其实是惯犯了 2022年模仿华为大张旗鼓发布了旗舰机 Meta微图 入门款起售价23800元 顶配30.8万元 但仔细一看 好家伙 这不就是中兴小弟努比亚的Z40 Pro吗 不知道他和努比亚有啥激情 反正后续很多机型都和努比亚很像 比如今年微图的首款小折叠手机 Ion Flip 无论外观开孔还是主板布局 和努比亚Flip都很接近 再比如纸板旗舰 Meta微图2 也与努比亚Z50S Pro手机长得差不多 面对贴牌传闻 微图官方表示 我不是 别瞎说 但在中心官网的寄修服务页面 却显示有微图的型号 所以到底是不是贴牌 不用再多说了吧 哦对了 国内的微图这两年日子并不好过 天眼查信息显示 微图通信贸易中国有限公司 涉速关系19条 开庭公告5条 其中还有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记录 6月信息显示 未履行金额高达2.9亿元 OK 接下来再来聊聊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八卦 微图所谓的服务 什么一件呼叫直升机 到底是不是真的 咱也不是土豪 没买过微图 确实无法体验 这能综合网上很多信息 总结一下 给大家参考 首先 微图提供的服务不是免费的 只是充当中间人 帮你联系相应的人 比如 你加码通堵了 呼叫管家前来疏通 管家不可能来的 只会帮你在网上预约个上门疏通的工人 并且产生的相关费用 都需要用户自己来承担 另外 据新浪科技介绍 不少用户反馈微图私人管家 并不靠谱 一位用户表示 这款手机一直主打的都是卖服务 搞笑的是 管家喜欢踢皮球 很少能解决事情 打电话两三天不接 回复以后来聚 这个事情处理不了 稍后回复就没有结果了 还有用户介绍 微图本质上就是智商税手机 所谓的私人管家服务 其实是他帮你美团下单预约服务 或者在其他APP预约服务 沟通的时间还不如我自己下单 所以合理怀疑 如果你真用微图 一键呼叫直升机 管家大概率只是帮你联系下航空公司而已 不可能你按下去之后 直升机呼呼呼 就飞到你头顶上来了 简而言之 微图宣传的服务并不是免费的午餐 也不方便 最后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 微图8848之类的奢侈品手机 到底有没有前景 怎么说呢 之前还有点机会 现在算是彻底没了 首先 支撑一个品牌成为奢侈品 必须得具有强大的品牌力 更加需要文化内涵和讲故事能力 因为这才能具有象征意义 才能产生高昂溢价 才会吸引铁杆粉丝 成为忠实客户 微图8848并不具备身份背景 没有传奇的故事 无法形成好的品牌联想 和明确的使用者身份形象 他们刻意打造的奢侈 只能靠价值的叠加 比如各种宝石 黄金 珠宝 鳄鱼皮等各类高端材料 无法引起消费者真实的文化认同 和情感共鸣 自然不能有效拉动市场 真正的奢侈 是像爱马仕LV那样 凭借品牌属性 随便弄个简单高价的东西 都有人抢着买单 其次 手机的本质是个手机 说人话就是 得是个能用且好用的 娱乐通讯工具 现在微图缺乏研发能力 旗下机型靠中心帮忙贴牌 系统优化也是稀碎 骁龙 八经二 都能扫马卡顿 也是没水了 土豪买去 总不能当摆设看板 而且手机压根 就不适合做奢侈品 手机属于电子类快速消费品 买来一年就会过时 其娱乐属性大打折扣 奢侈品则相反 是具有收藏价值的 是经久不摔的 是有人愿意为二次流通买单的 看看现在的二手平台 微图8848 几百块钱就能收一部 弹合奢侈品 再者 智能手机时代 微图推崇的私人服务 也变得不值一提 订机票 订酒店 订餐厅等服务 下载个APP 随手一点就能搞定 打电话让别人代劳 只会涂增沟通成本 最后的最后 来自以华为的冲击 也将是压垮微图之流的 最后一根稻草 你不得不服 华为Mate的非凡大师系列 特别是前段时间发布的三折叠 已经有了奢侈品内外 要品牌有品牌 要身份有身份 要内涵有内涵 更何况 性能设计体验感等 一个高端手机该具有的 也没落下 假如你现在是个老板 需要一部新机 秀一下与众不同 面前的选择是 相算带精的微图 如皱折般的 华为三折叠Mate XT 刚发布的顶配 iPhone 16 Pro Max 微图肯定不会是首选 对吧